VIPPJ 大家好 我們上個星期就跟大家分享了 康城第13期最新施工情況 今天我們不如到手 去看看第12期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也有一段時間沒有跟大家分享12期的情況 跟之前上年出的影片的變化有多大 我們今天再詳細看看 現在第12期究竟是怎樣 歡迎收看 歡迎來到VIPPJ的頻道 還未訂閱我們的朋友記得訂閱VIPPJ的頻道 上星期我們出的影片 看回2023年3月份的時間 康城第13期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這段影片其實你會在這裡 都會看到康城第13期和第11期 這個角度左邊是藍色沙的燈 其實就是第12期的所在位置 而我們看到這座的藍色沙的燈 其實就是第12期的TOWER ONE 如果你看到左邊的橙色沙的那些 其實就是第11期 剛剛連著海柏峰這一座 都是海柏峰的TOWER ONE 所以其實第11和第12期的TOWER ONE 就會正面對著看著 這裡看起來好像很近 我們等一下嘗試去不同角度 嘗試去看看究竟 跟第11期有多近 我們換一換角度 一跳跳上來 康城的LV3 就再近一點看過去 開始在這裡 除了看到TOWER ONE之外 後面隱約會出現了 這個第12期 TOWER TWO和TOWER THREE 整個第12期呢 總共大約有1500火 可能康城街坊聽到一些壓力 又有1500火 很多人搬進來 Anyway 我們繼續看看 剛才我們再跳高一格 來到康城的LV4 剛剛在CELUS街對出的披棍 在這個角度還很清楚看到 第12期的3個TOWER 回德峰在這裡 最左邊就叫TOWER ONE 看來已經升到接近20層的高度 我看到底座 第2座最主要是停車場 以及最高的層 連接住宅的層會是回鎖 這個就是TOWER TWO TOWER TWO都升到 你看看 從第8樓開始 上到第10幾層 TOWER THREE就升多一點 你看到20樓的LOGO 就連了出來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它連了這些層數LOGO 其實就不是告訴大家 它升到多高 其實是用來做一個標誌 是一些銷售的動作 的準備 所以有機會 可能今年或者下年頭 就會推銷 看看市況 當然 看得到 其實這邊 第12期 看得到 例如 會看著 CELO SKYS LP10 這個方向 剛才的角度轉得比較快 我們嘗試看過來 這三個TOWER 其實會正正看著 我們康城西面 西面平台 西面平台 大家都會看到 西面平台 現在最新的情況 西面平台 其實都有幾個不同的層次 例如我們剛才看到 那裡是LV3 而這裡 起好了 大部分 例如 看回來 SELO SKYS LV10 MARINI 就是LV4 所以其實 就算是 在 比較中心的位置 第12期 那裡 都看了一個 很大的 來源 也有不同層次 有分LV3 LV4 我們再看 這裡 底座位置 你看到 兩個大型的 出入口 一個 會是正式的 住宅 住宅的出入口 另一個 就應該是 停車場的出入口 也都看到 最右邊 就有一條 行人通道 其實 這個 行人通道 就是LV3 就被 MARINI 和LPD 的街坊 用這條 右邊的行人通道 進回我們康城的商場 即是左邊 一個比較高的 入口位置 那邊商 其實 12期的街坊 可以正門出入商場 當然 理論上 他們會有私家的出口 在LV5 從LV4 入商場 進回商場 設計 跟第11期差不多 第11期 都會在LV5 入口 可以入到商場 跟第12期一樣 我們在360 數一圈 就會看到 第12期 這個方向 由左邊 可以看到LP6 數過來 可以看到MARINI 中間直望LP10 再過少少 這裡 就會有 Series Guide 再過一些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 位置 這裡 就會是 第13期 所以 其實現在這樣數圈 大家都會感受到 第12期 背後住 第11期 正面 就會被 6,7,8 9,10期 圍住 但是會不會有些 座向是有機會看到海景的呢 我們今天 就會去不同的角度 再看真點 VIPP 發現到 就算是右邊 Tower 3 甚至Tower 2 都有機會看到海 究竟為什麼呢 轉頭 當VIPP 帶大家 從另一些角度 看回來 第13期 就開過了 我們在這裡 不如再再看一次 在正望的位置 再看三個Tower 很明顯 Tower 1 是自己 站在一起的 Tower 2 和Tower 3 就會連接 實際上 這個設計 跟第11期 都是一樣的 Tower 1 特別是站在一起的 Tower 2 和Tower 3 都會連在一起 然後 你看到高度 就連接到右邊 Montara 那邊 你會發現 應該將來的高度 會差不多 因為都是 屬於回德楓的作品 好 我們再仔細一點 再靠近一點 這是Tower 1 你看到 座向的設計 跟Tower 2 感覺不同 會向多一點 西 北邊 而這兩個Tower 就會比較正望 西面 我們再換一個角度 慢慢從左到右 走過去 看回第12期 這個位置 Rippy 已經去到 Marini 對出的 平台的花園 看回第12期 在這裡 因為 剛剛提到 西面的平台 康城 比較大 等一下 就嘗試用多不同的角度 去看看吧 例如來到 右手邊平台的位置 看到 第12期 看出來 除了直望 西面平台 現在有很多 臨時的辦公室 可能大家會問我 究竟這裡建什麼 最主要就是 政府用地 大家看看 右手邊 或者左手邊 其實就是會有 幼稚園 以及政府的設施 其實都是屬於 C to Sky 建的 商用的地方 Wippy 下一條片 再跟大家詳細看 康城西面平台 最近的情況 今天我們 重視一下 第12期 在這裡 你會看到 如果是賣樓 又可能這樣看 在一個綠草魚人的平地 就看到 第12期 所以 在不同角度 看過去 12期 有很多不同的背景 在這裡 就像很大片 綠草的平台 其實就是 我們 去了 LP10 對速的草地 那裡 再看去第12期 如果我們 下來 第13期 就看到 這個角度 看過去 最主要是 TOW 1 TOW 2 看來 這個角度 就不太多 那我們 換角度 Wippy 如果大家 深水清 要知道 Wippy 出去了大橋 看回我們 康城 正正在這個角度 左手邊 是Silio Sky 右手邊 就是LP10 那麼 在Silio Sky 和LP10 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第12期的TOW 3 這個方向 其實是 可以看到橋 而高度 將來可以想像到 一路 Wippy 直接掃到LP10 最高的那一層 我們再看一次 那這裡 直往 就是TOW 3 然後 它現在開始 起 就應該高度 起到 這個位置 那我將來 好想知道 這個位置 就會被 調轉 TOW 3 斷了 好 接著我們走到 康城的 南邊 那這個位置 就是 Marini 和LP6 的中間 我們又看到 第12期的TOW 3 那這裡 Wippy 背著 其實就會 看回 工業村 和工業村 對出的 海景 所以 這個位 又會 看到 TOW 3 也就是說 這個位置 都可以看到海 我們沿著 LP6 隔壁 隔壁 進去 匡城 會慢慢 在這個方向 看得 多一點 第12期 TOW 3 以及 開始看到TOW 2 後面 橙色沙 會看到 第11期 而TOW 3 旁邊 右手 左邊 其實就會是 Montara 你看到 同一時間 而TOW 3 樓下 有一個行通道 就是我們剛才 在LV4 看下來 那條行通道 就會 駁回商場 那裡 我們沿著剛才的路 一路來到 這處 就是Wingset C 進海的外面 看回日出 公園的方向 我們就會看到 左手邊 第12期 藍色沙 三個TOW 以及 右手邊 第11期 橙色沙 這個角度 你會印象 究竟 第11期 和第12期 相差 有多近 你會看到 其實他們相隔 正正是 我們康城 商場 的 闊度的距離 一左一右 其實他們將會在商場 LV5 評分了 LV5 一左一右 接著 就會有個出口 由LV5 可以到LV4 LV4 可以到LV3 再到LV2 他們的站 或者上場都可以 所以都是 商場 正常蓋 的 樓盤 來的 好了 今天正正圍著康城 第12期 暫時會得封 這期數 發展項目 還未有明明 但我們就差不多 繞了一圈 去看 這個最新的仙空情況 以及對比 我們康城 不同角度 看看 它的情況 是怎樣 大約會知道 現在起成怎樣 大約起到 十幾二十層樓高 喜歡這條影片的分享 記得按LIKE 訂閱我們的VIPP主體頻道 歡迎留言 分享意見 以及分享這條影片 分享給你的朋友 或者康城其他街坊 讓他們知道康城最新的發展情況 接下來 會出一下 這條影片 說一下 西面平台 又會詳細說 例如 Lv.3 和Lv.4 的最新情況 這裏有新的幼稚園開了 究竟 那條路是怎樣的 大家有沒有走過呢 最近康城東面平台 亦有新的地方開放了 例如 有部份有一個動感公園 VIPP這條影片 兩個禮拜前出了 大家如果未去過這部份的公園 就可以去參觀一下 又或者 來VIPP主體頻道 找一條影片去看 另外 就是一條全新的動感曲線 亦都會在這個動感公園裡面 去興建 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怎樣用法呢 這條曲線 記得來回VIPP主體頻道 就來看 VIPP主體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影片 包括 全張奧奧最大的商場在哪裡 已經開了的 張奧奧藍田隧道 還有以前的施工情況 這些歷史的片段 另外已經在建立 跟我們康城和張奧街坊 息息相關的六號幹線 其他部份的情況 和結構、預算、設計是怎樣呢 另外 康城有條新的7x24行人通道 最新情況是怎樣呢 記得來回我們VIPP主體頻道 我們下集見 時事留心即學問 多謝大家收看VIPP主體頻道 我們下集見 時事留心即學問 多謝大家收看VIPP主體頻道 我們下集見 如果想看VIPP主體頻道 其他影片 歡迎來到VIPP主體頻道的網頁 例如在康城的生活圈 由最近距離5分鐘內 到15至20分鐘內 附近有什麼特色的社區設施 又或者有什麼特別的最新發展 也有主力去介紹 跨灣大橋再加張奧藍田隧道 接近500英的工程 由無道友 究竟有什麼特色之處 VIPP有超過二三十度影片 去每段時期去分享一些特別要點 以及一些特別要點 記得不要錯過 如果你不是很習慣 看Youtube的playlist 你想有個time sequence 好像Facebook 去看VIPP主仔不同的資訊分享 是關於日出康城的 有一個網頁叫做Facebook日出康城 Group VIPP主仔的頻道 記得加入這個群組 就有個time sequence 給大家看不同的分享 VIPP主仔 這個小紅包特別好吃 所以VIPP就保留在這裡 大家想不想知道在哪個位置 為興趣歡迎留言 VIPP會即時出片和大家分享 VIPP主仔 VIPP主仔 以上 好 二